對於說童仲彥這個案子 在討論的時候啊 有沒有一些其他的意見 還是說內部討論一個狀況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這個就是提案說明之後呢 主席就問大家有沒有意見 因為大家都沒有意見就同意通過了 因為這個是由我們組織部的主任李正義 在會中來做提案的說明 所以他大概就是按照 比如說有一個調查過程 然後依據我們黨內的規定是什麼 然後向常會做一個說明 然後並提出我們建議處理的方式 那最後常會就是都沒有意見 就同意將這個案子移送中平會 並建議予以除名的處分 有內部討論嗎 沒有 大概就是主席有詢問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大家都沒有意見就同意 中平會最後做出除名的處分 是五年內不得入黨 五年內不得入黨 對我們所有除名處分的所有的黨員 都是五年內 建議處理 不得入黨 就五年的期限 五年後才可以申請 那申請也要看當時入黨 我們還有一個地方入黨審常委員會 到中央也有 他身為本黨的表率 那為維護本黨的名譽 那提醒中常會同意 依上訴的規定移送中平會 並建議予以除名除分 這位建議員會開動 在這範圍上 會開動 制作人 rest 基本上 會不會開動 會不會做的 感谢观看